中秋节的特别习俗,做这件事就会有转变命运的神奇力量。 这个节日不仅仅是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中秋节更是一个深寒智慧与象征意义的夜晚。 当月亮高悬,洁白的月光覆盖着大地,人们便会被一种敬畏和神秘的氛围所包围。 中秋佳节对每个人而言,都充满了家的温暖, 与文化的底蕴。 不论远在他乡或近在咫尺,这个节日总能唤起我们对家的思念和对传统的敬仰。 满月如镜,映照着亲人们的团聚,我们相约在这夜晚, 共享月饼,仰望星空,畅谈心声,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刻。 在这一晚,不只是身体上的相聚,更是心与心的融合,是对往昔时光的缅怀,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中秋佳节不只是家人团聚的时刻,更是传统智慧与神秘传统的宝库。 在这个昊月当空的夜晚,古人认为宇宙间的能量达到顶峰,月亮的魔力也最为强大。 于是,在这一夜,人们便举行各种仪式,以期通过月光的神奇力量获得幸运和祝福。 中秋节的意义远超过家人团圆,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 对月亮的敬仰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崇拜,也是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秋的传统习俗和庆祝活动,是对自然界敬意的表达,也是对人们内心希望的抒发。 在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里,家中的米缸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容器,它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与梦想,象征着丰收和幸福。 自古以来,米缸满意的景象就被视为家庭繁荣的标志,预示着生活的安康与富裕。 尤其在中秋佳节,这个象征着家人团聚的时刻,米缸的意义更加深远,它代表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确保米缸中的米满满的,以此来表达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对家人的深深祝福。 米缸的每一粒米都蕴含着家人的心情与期盼,它不仅仅是生活的基础,更是家庭和谐与幸福的象征。 中秋之夜,家家户户都沉浸在一项古老的传统之中,那就是在自家的米缸里放置一件特殊的物品。 这件物品被认为是财富和好运的象征,人们相信,一旦放入米缸,就能利用月光的神奇力量,吸引宇宙间的富裕之气进入家门。 这个习俗已经传承了许多世纪,成为了许多家庭祈求经济繁荣和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件特殊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 在不同的地域和家庭中,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 一些家庭会选择放入一枚金色的元宝,代表着财富的流入。 其他家庭可能会选择一枚历史悠久的铜币,作为财富传承和积累的象征。 还有些家庭则会放入一颗璀璨的宝石,代表着财富的耀眼和持久。 无论选择何种物品,这一行为都寓意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期盼借助月亮的魔力,迎来无边的富足和吉祥。 在这个充满魔力的中秋夜,将象征性的物品置于米缸,不只是遵循着传统习俗,更是一种对财富与好运的深切期盼。 古人坚信,月亮的洁白光芒能够引导宇宙间的富足之气入户,而米缸便是这些祥瑞极具的地方。 通过这个仪式,人们希望将内心对富裕的向往与自然界的力量相融合,以其改变命运,享受幸福和富有的生活。 相传,遵循这一古老传统,人们在次日黎明时分便可能迎来意外之财。 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年久失修的投资突然带来了额外的回报,或许你会收到一笔来自未曾联系的远亲的意外之财。 或者,在最不经意的时刻,你可能会收到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它将为你带来无尽的惊喜和快乐。 这些意外之财不一定是巨额的金钱,它们可能是生活中的小惊喜,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感。 厚普指出,虽然这个习俗带有一丝神秘感,但它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过这个传统,人们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一个象征性的物品,期望以此来转变运气,招来好运。 这些意外之财可能不是直接的金钱收入,而是以其他形式出现,如一份意外的好消息或是生活中的成就感,这些都是财富的不同表现。 中秋节的这个习俗虽然给人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希望,但要真正改变命运,还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 命运的转变不仅仅依赖于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努力和积累。 这个习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提醒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也要重视家庭和谐和内心的平和。 中秋节,这个东方的传统佳节,是人们通过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来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一天,人们不仅通过祈福仪式来表达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这一仪式象征着在心灵深处拨下希望和勤奋的种子。 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言,家庭和睦,幸福自来。 我们深知,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精神上的自我提升,才能开创命运的新篇章,拥抱一个充实而完整的人生。 这个传统不只是教导我们如何祈求财富,它更深刻地启示我们,心灵的平静和家庭的和谐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希望每个人在这个特殊的中秋夜晚,都能够利用古代的智慧来祈求财富,并通过个人的勤奋和修行来塑造自己的未来。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我们将一件代表财富的小物品放入米缸,并在心中埋下希望和勤奋的种子。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这些种子将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带来璀璨夺目的幸福与富足。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后普,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中相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